台东为台风等自然灾害号发区 亦有豪雨造成水患灾害等问题 为提升县内各机关单位准备及紧急应变能力 强化第三层及公所指挥灾害防救应变作业能力 以及社区自主防灾应变 3月22号下午台东县105年度灾害防救演习 在陆野乡瑞和村记内办理 演练豪雨曾灾的应变作为 有部落自主防灾及应变 台东县陆野乡公所辖内抢修抢险作为 收容所安置灾民演练 灾后复原等四大状况 动员单位有台东县政府团队 陆野乡公所团队 一小雨凤凰志工 国营事业单位 民间救难团体 以及协同演练的国防部所属单位 共计500名人员参与演练 讯息已经快要到了 今天已经看到一个讯号 就是中央气象局的预报中心主任 已经发出了第一个讯号 他这个讯号告诉我们 防水灾风灾的工作伙伴们 我们的软身工作快到了 因为他观测到了 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雷雨包 它会形成强降雨的几率 已经从科技上面的一个观测 有这样的迹象 换句话说 已经在提醒我们 今年的防汛期即将到来 我们的防灾工作要做好准备 那今天的演习也证明了 我们正在准备的工作上面 做最大的努力 那最重要的其实是 我们的乡亲 你住的地方是不是危险 你住的地方 不管是邻居 或者你自己 或者你的亲友 如果他居住的地方 以下的特别大 台湾特别大 大家要主动关心 可能有一些状况 赶快联系 当然政府机关会主动的去審查去看 而且也有很多民众或者志工 也会主动的联系 可是最重要还是自己 大家要关心 你那个气候的变化 灾害的变化 那先知就 政府机关一定会来 可是第一手消息是来自你自己 因为过去都是只有乡内工部门 以及民间几个团体来做协助 但是今天看起来 似乎是全眼动眼了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自救 不能说因为有大家来做一个协助 我们就能够松懈 平常我们就会盘点地方车辆也好 积蓄也好 包括人员结合 宫庙 这些社团团体 做整个盘点 在我们整体上的灾害发生的时候 这些就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 人员跟机具 所有灾害的发生 第一个应变的就是社区的居民自己 如何去采行自救的行动 那我们这次呢 在演习之前 充分的跟保华社区的居民来沟通 协助他们了解 他们所居住的环境 所存在的潜在危险因素 以及告诉他们 平时如何做好防灾的准备 这次防灾演习 增加社区自主防灾应变 除了提升民众 及及危害应变能力 熟悉了解灾害的逃生路径 更能将伤亡及财产损失降低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